这样的帝君 他未曾见过 神色很平静 眼眸里却像酝酿着一场风暴一般 他微微有些害怕此时的他 这次 使凤九印象极为深刻 原来这种事也有可怕的时候 尤其在帝君真生气的时候 看着凤九晕了过去 东华方才放过他 此时已经接近黄昏了 东华望着他熟睡的脸庞 双颊晕红 面寒春光 被汗水润透的发丝散闷在枕上 红唇还印着几颗被齿印 略微有些红肿 此刻的他 便是传闻中的角色妖姬 怕是也抵不过他的一根小指头 他长得美 从前他美得名利 现在却这般绝艳妖娆 但无论是哪种他 他都喜欢 但是 他的小白一向单纯 他并不知道他这样慵懒的样子 天真的样子 撒娇的样子 醉酒时的样子 甚至生病的样子 都是这样勾然的 若不是燕池物 是个只喜欢积横的木头 若是喝酒时 他面对的是其他心怀不轨之人呢 醉酒能醉到如此不省人事 还毫无悔意 他若不在他的身边 他该怎么办 他又该怎么办 便是杀了伤害他的人 能不让他伤心吗 这种事他不敢想象 他不怕他惹出天大的祸事 他自信都能帮他摆平 但此次 他真的有些怕了 望着他因疼痛而微微促起的额眉 他用先例稍稍缓解下他的疼痛 他实在拿他没有办法 昔日他为天地共主之时 带兵素来冷立 可小白不是他的下属 他不能像对待下属那般 挤打不得 亦骂不得 可是 小白虽然有些地方随了他的习惯 可他在他面前是不同的 他只会将温柔给他 因为 他是他的妻子 可他并不知晓 这世上最难测的便是人心 他自小在青秋长辈中浇灌长大 所有人都宠溺着他 他自是不是无论先魔也善 亦有恶 他曾见识过许多 但这些他并不想让他知道 他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想到此 他忍不住揉了揉自己的额头 看着他在梦中从眼角滴落的泪珠 东华心疼地低头吻掉 小白 我该拿你怎么办 此时的东华满心满眼都是凤酒 并未察觉到 窗口缝外悄然离去的姬衡 姬衡望着屋里的那一对御人 心中如烈火焚烧般 他早上偷听到仲林语那个孩子说的话 听到帝君对白凤酒很生气 今日便让帝君在殿中静一静 他们晚点再回去等等 他便觉着这是个不容错过的绝佳机会 趁此时得省 便是帝君对他下迷药而生气 也会因心中对凤酒的不满 而有所减轻 再者因父亲之故不得不将自己收在身边 届时他在趁帝君心中有一节之事为他开解 那便是如他也会心软几分吧 且帝君以往对他素来心软 于是他匆匆赶来 却没想到看到了让他心碎的这一幕 看到帝君那般珍惜的宠爱着白凤酒 他在震惊 愤怒 嫉妒 伤心中轮回了不知多少遍 不知为何 他并没有离开 看着他又似心疼又似珍惜般的与白凤酒恩爱着 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 帝君的那个神色他从未见过 他从未想过 有一日帝君也会这般的爱护一个人珍惜一个人 只是 这原本是属于他的 帝君原本是属于他的 是他当初犯魂才错过了这装顶好的姻缘 可是 谁没犯过错 他的那份温柔终有一日是属于他的 他要亲手夺回他 看着帝君小心翼翼地抱着白凤酒 便拍着他的被温柔地哄着凤酒睡觉 他终于移开了目光 一路磕磕碰碰地离开了 回到房中 这口气他终时淹不下去 狠狠地将能看到的东西都砸到了地上 最后摊坐在地 哭出了声 燕池雾在酒醒之后 莫名其妙地发现头上被缠了好几层 刚要起身 就觉得头似乍裂一般 忍不住倒吸了好几口冷气 小跟班看他醒来 赶忙凑上前 道 主子 你可算醒了 燕池雾刚要转头 就觉得脖子都不像是自己的了 嘶 这是怎么了 老子昨晚和别人打架了 痛痛痛 小跟班暗暗翻了个白眼 心道 祖宗伟 就明那三角猫功夫还能和帝君打起来 真是不知死活 连帝后都赶报 小跟班忍不住心里 暗暗叹气 怎的跟了这么个没脑子的主子啊 要不是从小和他一起长大 真是恨不得换个人跟 叹口气回道 没有 昨日您没和别人打架 您是被人打阴了 燕池雾灯时一股邪火冲到头 怒气冲冲嚷道 谁 谁敢打老子 小跟班看了看他的脸色 一问道 您不记得了 老子应该记得什么 小燕挠了挠头 正好碰到大包上 又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昨日您和帝后喝酒喝醉了 然后 您把帝后抱回去了 所以 李军很生气的 将您踹出去了 小跟班特意将抱子重重咬姿说道 燕池雾一腔化顺时卡在喉咙里 卡了片刻 忽然觉得脖子冷嗖嗖 不会吧 老子没印象啊 难道我那么手欠 那小九 好像他害了小九 像冰块脸这样大的脾气和促性 护着小九跟护着眼珠子似的 自己也算命大 晕过去 但是小九估计就 想到这里 他忍不出淹了淹口水 小跟班时时刻刻看着他的脸色 一会儿震惊 一会儿同情 一会儿又淹了淹口水 祖宗啊 你不会还回味呢吧 你刚被帝君清点了摩尊 别再自己搞丢了 想到这里 小跟班堪堪打个冷战 这梦还没开始呢 咋就要结束了 赶忙凑上前 嘱咐道 摩尊 帝后可不是我等可想的 这天上地下谁敢与帝君抢人啊 再说了 您不是喜欢吉恒公主吗 说到这里 燕尺物赶忙摆下手 别瞎说 那是误会 我喝多了不记得这么回事 哎 对了 吉恒呢 她可以来看我 小跟班想到刚刚吓人的回禀 斟酌了一下 说道 吉恒公主并未来 不过 不过什么 吉恒公主好像很伤心 正在房中哭呢 小跟班小心翼翼地抬眼看了看燕尺物 燕尺物一听这话 心里又掀起了一阵风浪 莫非 是吉恒听说自己抱了小九 所以吃醋了 可是不对啊 她不是还喜欢这冰块脸吗 想到这里燕尺物心中又是一阵惆怅 不怎么好使得脑中突然悟到 或许 吉恒其实对冰块脸也没那么上心 比较冰块脸对她曾经那么绝情 此刻心里有些不甘也是正常 或许是听说到她和小九这一遭 真的醋了也说不定 莫非她心里也是有她的 想到这里 燕尺物深觉着自己悟到了真相 既然自己知晓了 那不能让她伤心了 她得赶忙去安慰她 想到这里 燕尺物赶忙披上件衣服就匆匆赶去 小跟班看着燕尺物及吼吼离开的背影 心里长叹口气 啊 摇了摇头 吉恒公主的眼泪不是为了您啊 小主子 你何时能长典型呢 就连她都能看出来 吉恒公主的眼里只有帝君一个人 从帝君和帝后来的时候 吉恒就一直在看着帝君 眼里就没有过你 明明答应了与你在一起 却处处不顾忌您的颜面 又有哪一点配得上您 不过 受受挫也好 这种事情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明白过来吧 还是早日放弃吧 万千世界美女何其多 若说你当初喜欢的是吉恒公主的善良 可如今 她有哪一点好值得你这般对她